大家好我是世界日报的何彬 那今天呢我们很有幸邀请到了会计师Joyce Joyce朱来到我们的现场 Joyce朱你好 何彬好 我们谈很多关于个人报税 如何避免国税去查证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再来聊一下公司 那公司这一方面的话 Joyce有什么小贴士可以给我们这些公司的小老板大老板 那个刚刚我们碰到一块 就是Schedule C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当你的生意很有规模的时候 比如说房地产经纪人嘛 你已经很有信心了 一年我至少可以卖一栋房子 一栋房子卖下去就是几万块钱的commission进来嘛 那种情况下我极力推荐大家去成立公司 在美国呢 就是现在我们华人里面比较流行 叫做LLC有限责任公司嘛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有限责任公司 我知道在大陆也有同样的 它就是也叫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大家一听有限责任 反正我的责任是有限的嘛 但是其实是最原始的 最一开始是我们叫做公司啊 Cooperation 你像美国五百强的那全部都是Cooperation Cooperation和LLC这些东西给你第一个好处 就是说保护你个人资产 你有一个两百万的豪宅 你给人家去除草 你告你了 把人家水管弄破了 或者怎样 你的公司账上两百块钱不够赔的 那才就是把一个链挂在你的房子上 可以告你的房子 就是我们叫公司就混在一起了 当然你不希望这样 你要保护自己的豪车呀 什么豪房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LLC也好 Cooperation也好 就会 他们自己就像一个法人一样 就是把你的公司和个人完全分开了 同样情况下 比如说你这个Gardening 你有一个S-Corporation S-Corporation底下就是这几个 除草的机器 然后银行账上有两百块钱 人家来下来告你 这就是他唯一可以告的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公司 底下的资产 对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刚才我讲的 就是Schedule C被查账的几率 是其他Entity查账的百分之 十倍以上 不值得 那很多人呢 就是说麻烦 怕嫌麻烦 成立公司也好 ROC也好 这个是本身是需要报税吗 他自己就要报一个税 就像我们个人一样 他自己就要 这是麻烦的事情 另外呢 在加州呢 就是凡是这些Business Entity 基本上每年至少要给 加州政府八百块钱 所谓的FTB的Tax 每年要给这个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如果你的公司有规模了 有一定的成效了 而且你觉得一直会做下去 要成立公司 ROC是有限责任公司 刚才我们讲过了 但是呢在加州有限责任公司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 因为大家太喜欢用这个ROC了 所以ROC在加州呢 它收税是收在你的毛收入上面 就是等于你的Gross Sales 超过比如说是25万以上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递加 就是那个税会越打越多 但是从合理性上面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比如说你开个餐馆嘛 一年毛的你卖一百万 可能到底下也就百分之一 百分之三 甚至赔钱 但是你这个一百万 要按照加州的ROC 交这个费用会交很多的 我自己个人一直以来 我喜欢S-Corporation Corporation有两种 一个叫C-Corporation 一个叫S-Corporation C-Corporation呢 就是凡是500强 股票上市公司 那应该都全部是C-Corporation C-Corporation不好的 好的地方就是它要融资 股票上市可以融资 这个是好的 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我们叫double tax 打两次税 钱才能够拿出来 你或者给自己的老板发工资 把这个钱盈利赚出来 因为它自己本身 在C-Corporation本身的话 联邦付21%的税 加州付8.84% 这个是30%的税已经打掉了 剩下那个70%呢 你这个钱还留在 Corporation里面 你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你要不给自己发工资 那你就是把钱拿出来 可是你要付薪资税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个人税表报税的时候 有一个W2的收入 要不你就分红发dividends 只有这两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要打一次税 你才能把那个钱真正 拿到你的手上 那全部打完了50% 可能就只能剩下这么多了 好的呢就是说 RLC呢 或者是S-Corporation呢 这个叫Path-Through Entity 就是在你的公司的层面上 它是不打税的 像S-Corporation嘛 Federal Tax是零 RLC也是Federal Tax都是零 它这个税呢就是打到 通过Schedule K-1 Path-Through 到你的个人的层次 你个人报税的时候 打一次税 这个钱就出来了 那在这边呢 我们再次谢谢会计师 Joyce 主 谢谢 谢谢您 好 感谢来呀 感谢大家